加油 好的比賽開始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 2024C1票春季賽 常規賽的比賽 都是雙方分別是LGD和EP 來到了雙方BO3的第一張地圖 行影演出現男人保衛邊的是EP 出現男人前輩邊的是LGD 看看開局兩邊的一個動作 開局 這邊仔仔是直接來到了一個 前點的一個位置 橫在馬路中間 就要看你這什麼情況 交合煙霧彈 把身位頂過去 一直在偵查 人家仔仔膽子是真的很大 別看了 直接一局給帶走了 醜劍 這個應該是就明顯有看到了 燈火 這樣的話開局拿到了首殺FIRST 嗯 來了 這是要幹嘛呀 宰在什麼時候動 我以為他要跳上去配合這個道具 是 但是他多等了一會兒 他還在等 他還在等著那個最好的機會 咱正面過來搜他了 他還換了一個 他把第二個給打了 是 那A大要動的 A大 硬漢帶著FIRST 倆人一塊往外走 嗯 硬漢先兩次閃身 打掉了昔日的隊友 那再一個閃身把阿絮也給收掉 那只剩二娃了 二娃也被YCK一拒帶走 上來這一分打得有點輕鬆協議的感覺 對啊 是 主要是戰術還沒形成 首先藍門的這個位置先掉點了 是 說好了老友在酒吧取救 怎麼只有宰宰來了 年輕還是單純了一些 年輕人倒的點早了一些 嗯 中路 這個點 硬漢是一個貼牆位啊 有想法這個方向 找到 這一組猛子把二娃痛擊 我們硬漢的事先別參與 這邊抽了一槍腿 是 回來以後再一次蹲起 再一次蹲起 65滴血自己也被蘇瑞帶走 三打三的一個局面 小七七勝的血量不是很多 來看一看大米 大米在這等了一會兒 他是不知道的LGD 是 是 大米再繞一開 直接來了發現你還把包給扔了 好的 我知道你把包放這 嗯 考慮一手 你能在哪呢 YJK 看到槍口了 是 阿絮 看到YJK自動把屁股對著 這就是什麼 YJK的一個偷背身的一個加扯 這樣第二分也是由EP拿下去 這兩分 其實第一分還算是比較輕鬆 第二分的話 對於EP來說 這個包點 就長的時間是比較久的 然後大米藏的那一拍 是 還是真正的一個包點的勝負 對 突然看到YJK想到一個問題 怎麼說 就是 我在想YJK他殘局當中 其實是打過很多的背身的 就有沒有一個數據說 統計一下YJK背身 佔他整體擊殺的比率的百分之多少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這統計太細了 這應該只能人工統計 我覺得得有30%到40% 他下來了 應該得有 這個得有了 應該得有 對 他繞的次數太多了 但他正面能力也很強 嗯 在他還是在前面 聽一下這邊局內的交流 好 多好了 3 3 4 4 4直接扛1位 A包點猛的直接給硬汗秒了 是 阿虛又斷了一個 而且 宰宰沒擺過來 他這個時間 好像根本就不知道 對方人在 但是 他那個距離應該能聽到 腳下有開槍的聲音 是 但是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视觉的感觉就是压根没管压根就没管 他可能觉得在拱门里或者怎么样吧 对YJK上来先抽一个 二把打掉了 然后GD是通过上一分这个成功的破点拿到了一分 对 这宰太又来了 宰太我把来 酒吧前点楼下我就是站住 让你知道什么叫保安 这把撤了 这把前天已经有收获了就没必要再保下去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有幸能够看到一个残局 是小七七猛子对战这个YJK 硬汉和大米 你就说想看谁赢吧 谁赢不赢的 无所谓 主要是想看 大米直接拉过来 苏睿当场毕掉 不许找昔日的队友 嗯 外边硬汉也来了 啊身为被锁死啊 直接半带提前枪就带走了 嗯 YJK一局抽掉猛子 但是也被小七七给收掉 赶紧要上 嗯 这个视角应该是能看到 是 褒点已经过来了 一个双狙啊 对上对方一杆狙和两杆步枪 两杆狙 那正面这个包你怎么下 现在FIRST在这个警戛这个位置 前天把阉先封上 这很关键 他这个阉有完全封到吗 他应该留个小小口 他这个门我在想他有没有封住 另外一边 背身来人了 在府底这个到位里以后 只粘到了一枪 嗯 面对到西日的队友 还是说有点手软吗 另外一边也打了两枪 嗯 FIRST过来直接抽掉 我不是你席日队友 我手不软 硬汉也知道 就以小琪琪的这个反应速度 如果这个位置他再出 90%应该就被抽了 那就叫队友来 越是曾经待过一个队伍 就越知道这个人的习惯 以及他怕什么样的打法 你知道我在后门 你肯定铁架我 对 我队友不打你 你肯定一直在看我 这样的话 EP也是通过这个残局 慢慢的慢慢的 再扳回了一番 是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 3比1 3比1的B分 凯琪的前四分打得还挺快的 说实话 这个压力 现在对LGD来讲 我觉得是有点大的 看 上篮直接抽 苏瑞一马当先 只追硬汉 把硬汉收掉了之后 第二时间这个位置 也被First抽掉 First直接三杀到手 再看一眼A大 A大也有人 小琪琪 这个位置你怎么说 能等到你吗 小琪琪过来找到了First的身位 也还你一个双杀 好 这样的话C4暂时要剪 可能要费点劲 好 另外一边三号位的仔仔 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 阿旭看了也没看到 第二时间还要断吗 这个残局也不错 阿旭和小琪琪对战YZK和仔仔 都有熟悉的队友 嗯 看仔仔 哎呦 沾了半血 嗯 小琪琪 小琪琪琪 也在看 赶紧过来捡包 包什么情况 前走 回来再把自己身位 来到二层吧 嗯 他这个心里有没有这个点 这应该得要下包了 应该得要下包了 应该得要下包了 嗯再一跳 A包点下包了 是 回是回不来 嗯 那就要看一看 仔仔这个单挑 首先能不能打得过 对 这个单挑要能打过的话 正面战场 小琪琪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抓了一个背身啊 这个单挑 因为他要两边来会带嘛 嗯 给颗道具 再给颗雷 小琪琪身位来到二层 正面YZK也是先锁你的半区身位 是 二楼锁定 小琪琪要跑 我要给你拖时间 但是对方直接追你 时间 来得及吗 按钳子 完了 来得及吗 应该是有点来不及的 真的吗 来不及 来不及 差了那么一丝丝啊 5.9的时候按上的 下回这种情况 你就专心看 看你屁股就行 应该怎么都说能看了 看就完了 然后我跟你说 咱欠覆这么大 上来 一个机枪 再一个机 看贾成混的就行 然后 你就 你就 你就在这 看那个 我跟你说那个地方 枪的地方 只要 只要你这边发现它 难道就可能下来了 知道不 其他人就正常 你们 控好一大 特别主要 控好这两白的眼 如果说都 在这个 在你这边发现它了 那它就是 那么一个 就是回发情绪了 这就是加币 然后就加币 或者是怎么的东西 咱们 咱们只要比一大 它肯定是从海边回的 然后 控好的白A大 先控好点 所以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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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知道他在那我没办法 我帮AA的话就得路过那个就得穿烟出去 别站蓝门左右走横道就行 就是我第一时间我从蓝门 我就是如果说从蓝门回AA的话 他广场有个局在架我 要不落黑点你别来来 咱拽来一句紧给他放上来就行 加油加油 他没有劲儿的 没有道具 一般脸不吃道具 没道具子 我请完就过来 队内的沟通也都是算比较流畅 是 电影带 小心闪光 两边都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失误 我觉得刚才熊队长一点说的是非常对的 就刚才这个残局 阿旭他真不用帮小琪琪看小琪琪那边 他就把这背身架好就行了 小琪琪一个人 蓝门横道和这海边他管得过来的 也确实 嗯 主要残局就是说谁先单挑谁先赢 那输的那一方就非常被动 小琪琪锁在这包点上 得亏是时间拖得比较久 对 得亏是思路突然就打开了 火烤在盒子 火烤在盒子 刘鹤雷 嗯 刘鹤雷 大米来进点 是 什么感 这么干嘛 这 还看到枪口了 看着枪口了 这 点位你是不可能会搜的呀 但小琪琪这第二时间这枪也是真快呀 小琪琪这第二时间这枪也是真快呀 但是主要这个身位来讲 肯定大米是先看到他的嘛 对 而且他前面已经漏了一次枪管了 是 架了两眼 第二时间就没看了 这个时候 双方的一个局势又陷入僵局 好 小琪琪 我过来先找你一个后闪身的机会 来 3 2 1 出 没问题 小琪琪应该是看到FIRS的往上枪 这绝对是看到了 这一点点往前挪 手就明显着针对着你来的 大人的往上 别道具 白方下的方向先换了一个 另外一边的话 硬汉也是补掉了苏瑞 对 这个位置还能再拖吗 知道这 A大有人 A大最后两个都在 他锁着一个 他第二时间又看脸红道 红道是过来队友的 两边又变成了一打一 阿旭 阿旭和硬汉 谁能够站到机会 最后硬汉还是一个后闪身 带走了阿旭的人头 嗯 在这个经典的这个位置 今天EP上来之后 这个状态也好啊 个人能力手感确实不错 前面三分算比较快 然后后面紧接着两分 都是相对来讲 比较慢的一个节奏 听一下 下来 对 对 往后摇那个后面 空它在桥上 不瞄这 摇左手 摇左边这个 对 空好空好 一眼就 就拿了这个信息 他只要在那边出现了 他绝对就是 暗闭 空好就行 他下一眼就从这下了 这雷位的是真挺深的 但是没炸到 是 对 我们可以A打个片 可以A打个面 断窄来到家 那啥 你听我说 如果载没到家 他会敲 在那个敲头 然后载开 然后载开 去那边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进来来 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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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个身子 在这走不掉啊 这个位置队友得过来帮一下 走不掉队友的 你就到我后面了呀 正面换了一个大残 前面就是 然后小奇奇把缝尔斯的收了 主要正面这两颗烟 队友想帮也帮不了 那后续这A点 可以转 可以直接收缩 要硬着头皮打吗 还要枪勁进 宰来这个位置要多等一会儿了 是 现在把人锁在这个 单点中路已经出来了 苏瑞的话 这两个箱子 这给穿了 该穿还是穿 这一枪没中啊 旭 猛子 再一手反绕 再来 二娃 下载来到A期 按金M200 只剩二娃自己了 先顺一个 回来再抽吗 回来想再抽 但是大米没给机会 这个M200跟那个换神比 还是差得有点多 差太多了 这边一批再拿一分 反正临走之前给苏瑞穿掉了 这个点位可能是LGD没太想到的 然后再其次的话 中路这个单点也是没能够起到太好的效果吧 这一枪穿的是挺关键 就临走的时候 可能感觉近点会藏人 然后确实也是做的 比较细节吧 小七七 走 嗯 你们先就位 我后续给你们道具 对 我是不是还得代言L点 确定没人出来 这边硬汉这个位置 说实话 如果说对方还是那么去封烟的话 这硬汉是没人帮的 前点就得告得自己 这边硬汉换了一些血量 包点来看一看怎么来去扛 大米 大米第一时间没着急的 先稍微控一手 这个直踢 直升他自己了 嗯 前点队友其实也掉了 对 对方但是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包点那什么情况 他得多藏一会儿 看到人了没着急打 要是现在赶紧上 还是被收下来了 YZK刚刚赶到 YZK这个残局 相当于一个一打三 先抽了一个 这个残局 YZK这可是 这可是YZK YZK这种残局 你忘记他在这张地图 在这个地方 完成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局面吗 是 现在残局上 YZK对战小琪琪 但是 小琪琪这一枪 也很准啊 即便说我没什么血量 但我这把M200 打你只需一枪 是 点位加好 这两个人心里边 也都比较默契了 对 搜的点位啊 选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嗯 阿絮 精力闪红 就有人过了 这知道酒吧两个了 现在EP的一个酒吧什么情况 阿絮这边是有看到的 宰的下来了 这次苏瑞直接来找 苏瑞 刚刚直接秒 对 刚刚这个长天亭当中沟通的 就是这个局内交走当中沟通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嗯 这LGD的鹰眼的一个上半场 其实打得不错啊 这潜伏防 是 嗯 已经是三分了嘛 嗯 及格分现在已经拿到了 现在我就把你酒吧的这个 这个点给排掉了 眼睛一旦拔掉 我过来打一包点不犯毛病 first 第一枪空了 给满道具 满道具第二时间就没枪位了 是 包点内 这边硬汉也被收掉了 硬汉应该这前点打得难受了 退到后点 但是这后点 现在也不太好办 一颗雷先砸过去 YCK里面搬血浇出来吧 小琪琪直接一拘 把外贼K给收了 大米最后房顶上一站 小琪閃光 可以 打了一枪腿 然后让二娃来收 临走之前也得给小琪琪带走 是 这样上半场5比4 这前副方4分 挺舒服啊 说实话 是 真得劲 已经挺不错了 嗯 嗯 过来看一眼 第一次 开局直接把小琪琪排了 实时胜利预测 59% 对上41% 嗯 基本上也接近我们目前的比分 还能接受 二娃这是换了吧98k啊 二娃有说法 那你等于是三杆剧啊 是 二娃又吃了颗雷 两滴血二娃 这个雷挺痛啊 过来找你 你是个蹲起的位置 嗯 而且现在二娃得自己小心一点 他不能掉下来 他掉下来之后 直接就 你没站稳就崴脚 对 崴脚就没了 崴脚就躺下 大样的后 阿虚这个点 这打的也很难受 哦 先抽一个 两滴血 我爆点二娃还能有院区 来做输出 嗯 正面人全到了呀 第一次先狙一个 然后手雷再把二娃给炸掉 第一次啊 单狙已经四个了 第五个 第一次啊 单狙五杀 哇 上来先抽你 中路的这个小七七 是 后续的话 包点这两个人全部收下 来到了白方以内 这两枪也是弹无虚发 以一举之力啊 这个平推A包 太恐怖了 中路过点要发现吗 银翰 顺利的来到98 银翰战绩 六杀六死六助攻 就是一个六 咬的大奖 对我现在拿六分 另外一边得看谁 看猛子是吧 嗯 现在对我拿四分 苏睿 行 我先把你拿分这个点拿掉 是 玩全血 苏睿还多等一下 他这个这个位置啊 苏睿玩的事实是挺灵活的 该藏的一个点啊 然后或者说在这个窗口的位置 什么时候出啊 他自己都有想法 他之前就这个位置玩的比较灵活 对 现在心里应该是有前点的方向 嗯 回到 你要硬抓吗 回到吧台 说实话真的不太好抓 不好抓 而且你也不知道对方 后面有没有人啊 对 你也不知道他退回到酒吧 到底跑哪儿去 是 猛子这时候想过来帮一手 嗯 封烟了 那这伏地 要考虑一下 伏地大笔想摸 阿絮没给机会 另外一边的话 苏睿也在主动 主动正面碰到了 还看到了C4的掉落 这个时候YZK 赶过来 赫身这一枪没有空掉 先鞠一个 这边也抽一个 双鞠要发力了吗 这个二打五的局面啊 这个二打五的局面啊 正面赶紧丢到鞠 救低血 第一次的 只要 狙击手只要有血量就行 他走 嗯 YZK这边在家里 多逗留一会儿 过来可能还得再截你一手 两边都在想 他去哪儿了 找到你 再两次闪身 小七七特别细节 自己掏的是手枪 猛子要过来 他也看到YZK了 那这边 再抽一个 这双鞠 一打二打一了 知道阿絮的身位 阿絮 就在这个地方 阿絮能有机会吗 换手枪出来 FIRST和YZK两个人 配合了一个2v5的残局 这个双鞠残局 是硬生生抽出一片天 我的妈呀 上一把FIRST我单局五个 这把我配合YZK 我再打你五个 什么都不说了 就保点命 什么都不说了 就保点命 确实 这个残局实在是太伤了 对 对 索雷来了 索雷来了 索雷这要是主动摸 索雷来了 索雷再来一组 双方是一个三换三 又是双鞠对双鞠 四杆局这次 这残局你就来吧 残局四杆局 勾心斗角啊 先过来 先把小琪琪 你上次喂我一个 我这次不能再给你机会了 是 FIRST残局的一个1打2 看到 看到身位了 阿絮和小琪琪 两个人得配合上呀 窗口这一枪没有捂上 现在看到位置了 FIRST争取到了最后的一个 一打一机会 有点不敢动了 FIRST堵你就会从酒吧桥露一眼 而且阿絮确实来了 但是这个蹲起的频率 没有能够撞上 原地还要看吗 不开镜了 就在高点 但这一枪 好悬呀 那双方再开始绕 阿絮要撤 阿絮要先撤一下 那这一波绕点 是否还能成功呢 两个人 这个残局啊 坏了 头脑风暴陷进去了 是 这一手直接绕过来 阿絮从那边绕 可能FIRST有点想不到吧 啊 带一眼 他多带了一眼 他应该带的是蓝门会出来 哎呦 这个是谁 跳进来了 阿絮 没想到你没走 兽朱带兔啊 FIRST 阿絮我绕了一大圈 你怎么还在原地 残局我不动 你自己也不进来 他也不进来 这太恐怖了 是 比分来到8比4 但是不得不说 上一波这俩人残局 这勾心斗角的程度 我说实话 三分之残局心太崩了 真心太崩了 对 这勾心斗角的程度 就在一个4个人的女生宿舍 有35个微信群聊 太恐怖了 一颗手雷 一雷双响 阿絮 终于发财了 但另外一边 大米又紧接着 还了一波双杀 BDK又拿到了苏瑞的人头 这个人数又扳回到了一个二打 是 FIRST前脚刚落下来 底下小七七 直接拿手枪接着你呢 二娃这边也是局 烟雾弹 给个背身的烟雾弹 是 对 证明要配合大米打一下 YDK和大米 这两个 非常熟悉默契的队友 对的 来看一看对阵到 小七七和二娃 想一想 小七七这个时候会去哪 此时你是小七七 你会做些什么 他们彼此之间那么了解 对 小七我跟我新队友来 二娃你 你打988K你激动性好 你先上 二娃 原点这边YZK 等到了 终于等到你小七七 大米打还不用太动的 出来再抽一枪 全是残局拿分 EP 军事残局咱就不说了 对 就这二打二咱就不说了 一次二娃五 对吧 一次first的包点那边来了以后 又是来了一波多连杀 是 不是 这太恐怖了 这纯纯就个人能力我能给你解围现在 纯纯就惊悚 其实LJD你说正面能力就真的跟EP比不了吗 其实正面也能扛 也不是 但是问题就一到残局 就是拿不下 你看现在first已经是18-8的战绩了 对 9比4来到了EP的局点 正面主动出来 这一次的话EP也是等到了苏瑞 第二时间釜底要做一波配合 给了一颗守雷 猛子又是吃到了这颗雷 第一时间又给了一个背身 大米也带了提肩枪想过来 阿旭这边交了道具 但是EP又不着急了 我可以撤 我完全可以接受现在的局面 1分40秒5打3 而且我现在手握局点的 第二时间阿旭这个位置想在九八桥 再找一点这种抽把的机会 找到了 找到了硬汉 找了这一枪 最起码是把人数搬回来了一个 这边first 看到小琪琪了 知道小琪琪在篮门附近 而且发现first在这个两边摇头带 所以这小琪琪也想 对方的B点是不是趴住了 二娃有看到吗 一个跳看 这一跳看全是惊喜 快回 快回 可以包点有点多 是 不能又走了吧 然后交给到first来断一个三点的机会 是 YDK这个时候把小琪琪给摁了 YDK定着小琪琪 一顿给小琪琪打 是 然后YDK还继续往前推 二娃这边也在找 他跳了 露声音了 很露脚步了 只剩二娃了一打四 那YDK不用露了呀 最后的话这个身位也是 完完全全把二娃收奖 可以 恭喜EP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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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